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流行音乐巨星泰勒斯维夫特在即将到来的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角色 随着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引发的广泛关注 斯维夫特的支持成为了热门话题 这位音乐界的影响力人物过去一直保持中立 是让人们迫切想知道 他的投票意向背后藏住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专家们指出 粉丝与名人之间的界限模糊 使得我们对斯维夫特的政治立场充满期待 甚至形成了斯维夫特迷支持特朗普和斯维夫特迷支持哈里斯的派系 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思考名人在公众生活中的角色 以及他们对粉丝的影响力 斯维夫特的音乐虽然让他与粉丝产生共鸣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 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斯维夫特的投票 这一问题引发了文化评论家的深入探讨 在这个充满社交媒体的时代 斯维夫特的支持对于粉丝来说似乎成为了一种社交认同的象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源于雅河Ui续交于流行音乐明星泰勒斯维夫特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及公众对其投票倾向的高度关注 文章讨论了斯维夫特的粉丝 为何如此关心他的政治立场 以及这种借想反映了民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政治气氛逐渐升温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都在进行全国巡回集会 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 然而泰勒斯维夫特这位音乐界备受瞩目的明星 也在政治与流行文化的交汇点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他的粉丝们热烈讨论他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支持某位候选人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9月10日的辩论中互相攻击 斯维夫特的潜在支持成了关注的焦点 这一讨论延伸到好莱坞和其他领域 提出了新的问题 明媒对公众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专家们开始探讨粉丝与国内最大明星之间的界限 以及为何人们如此关心斯维夫特的支持 斯维夫特自2006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以来 已成名近20年 但他一直避免涉足争议性话题 直到2017年 他在专辑《名声》中首次使用了明确的语言 并在今年4月的歌曲《我讨厌这里》中首次提及种族问题 这引发了不少争议 他在歌中提到如果可以选择 他希望生活在1830年代 远离所有的种族主义者 并不被迫以最高出嫁结婚 斯维夫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公开支持过三位候选人 2018年田纳西州参议员候选人菲尔·布雷德森 2018年田纳西州第五国会选区的吉姆·库珀 以及2020年总统选举中的乔·拜登 那么为什么我们希望这位大多数时间保持中立的流行音乐明星分享他的个人立场呢 根据爱莫生学院的克里斯汀·利布教授的说法 这是因为粉丝与名人之间缺乏界限 利布指出知道某人投票给谁是非常私人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投票时需要拉上颜色 或者将选票密封后邀寄出去的原因 他补充道通常在美国人们被建议在工作 或不熟悉的人面前不要谈论政治或宗教 但明星却被期望随时对粉丝的提问给出答案 肯塔基大学的文化评论家阿里亚·哈里迪叶表示 我们不会期望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站在外面告诉大家他们的私事 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对明远有这样的期待 专家们对于为什么斯威夫特的支持如此受追捧提出了新的问题 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员亚利山德拉沃尔姆利指出 这种粉丝行为源于寄生社交关系 即我们与名人电视角色或其他公共人物之间的一种单向社交关系 当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时 我们会感觉他们就像我们的朋友 尤其是当他们分享真实或坦诚的内容时 斯威夫特的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充满期待 甚至一些粉丝组成了斯威夫特迷支持特朗普和斯威夫特迷支持哈里斯的派系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也开始介入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暗示斯威夫特支持他的 矮生成图片 尽管这位歌手过往曾公开表达对共和党候选人的不满 2020年 斯威夫特在总统选举前一个月宣布支持拜登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为拜登和哈里斯烘焙的定制饼干 表示他会在电视前大声支持哈里斯 文化评论家指出 像斯威夫特的纪录片《美国小姐》这样的作品 探讨了他在与金卡带山和前夫坎耶 维斯特的争执后的个人重塑过程 这些亲密的分享可能会导致粉丝越过个人界限 内部认为当一些顶尖艺术家 讲所有的私生活都公之于众时 品牌与自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这使得粉丝们感到有权力要求更多 斯威夫特是一位价值十亿美金的商业帝国 但专家们认为即使是音乐巨星也有自己的工作时间 内部强调斯威夫特的音乐让人们意味着他邀请你 进入他的私人生活 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 综合来看文章激视了在现代社交媒体和民运文化的背景下 公众与民运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斯威夫特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他的政治立场被无限放大 甚至成为选举讨论的一部分 这反映了名人不仅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 更是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 其影响力远超出音乐和影视作品本身 然而 无论公众多么期待从他们的偶像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 个人隐私和界限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们为什么在呼泰勒斯威夫特的投票 简单 他是影响力巨大的名人 爱因斯坦说过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名人 他的影响力可以改变年轻选民的投票行为 这是一种公共服务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名人也是普通人 爱因斯坦还说过 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用来创造问题的同一种思维 名人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为什么要向粉丝公开他们的政治选择 是要他们做感谢祭还是什么 当然不是让他们做感谢祭 但他们有社会责任感 毕竟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就像是一支小型军队 他的支持甚至可能改变选举结果 难道不是应该利用这种影响力来推动社会进步吗 社会进步 你确定不是因为你只想让他给你支持的候选人拉票 再说 这就像是让他人替你做选择 你想走进考场 问旁边的人应该怎么写吗 名人应该有权保有自己的私密性 好吧 谢祺祺 你这话道有点道理 但如果斯威夫特选择保持沉默 那么他的沉默也会被解读为某种立场 他的影响力根本无法避免 既然如此 为何不干脆公开表态 把这影响力用在刀刃上呢? 楚天书 你这种抢求真的有点像是斯大林的作风了 政治和艺术本应分开 正如毕加索不应该为纳粹打广告一样 名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参与程度 反正他们也是人 不是超人 不应该被我们强加期望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拜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事业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顶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影